大陸突襲宣布禁止台灣的石斑魚輸入 讓養殖業者人心惶惶 沒想到蔡總統也只是在臉書怪大陸 甚至喊話國人要吃石斑救台灣 台灣人不是每個人都吃得起石斑魚 用這樣子呼籲台灣人吃石斑魚的方法 實在是太廉價 而且太容易 網友也紛紛嘲諷 下一句都幫你想好了吃白帶魚挺台灣 讓國軍幫忙吃啊 哪次自銷不是國軍吃 這次也不能例外 現在我們都已經苦哈哈了 哪有錢去買貴的要死的石斑魚 有這種跟現實社會脫節的總統 真是人民的災難 而農會說要砸八億就石斑魚市場 包括農業專戶貸款提供一年的利息補貼 和加工洞儲補貼 另外銷市場獎勵等措施 但看在專家眼裡根本與世無補 最重要就是市場沒了 那個是最可怕的 你交不出去賺不了錢你怎麼還貸款 評估一下到底那個市場在哪裡 若美找出產品問題出在哪裡 被禁止進口恐怕也許會不斷重演 像是運輸船的抽查有沒有漏洞 水產包裝應該要列為檢驗項目 甚至還有不合格的業者借牌問題等等 政府應該先檢討自己 而不是一面貴大陸跟大撒幣 那我們的農產品根本就沒有外銷的競爭幣 每當農產品外銷大陸被驗出有問題 蔡政府的SOP永遠都是先甩鍋怪對方 即使砸太多錢補助 若失去主要市場恐怕也是治標不治本 記者 張昂彭是郭豪 SNG小組 台北報導